记者程彦豪、张燕青、黄新胜、方伯峰新北报道 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八日回到家乡新北市万里 受到相亲热烈欢迎 不只被小女生称呼卫学长 还被老同学爆料 赖清德小时候爱爬树 甚至有个绰号叫做大头德 赖清德在致辞时特别向民众强调 一例一休的法令绑太紧了 未来他一定会进行调整 民众院长好、院长好 行政院长赖清德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一下车就被簇拥 行政院长赖清德回到家乡万里 受到民众热情欢迎 还被老同学大爆料 赖清德同学印象最深就是他爬树的那一刻 定个光头 我们都会叫他一个绰号 叫做大头德 赖清德受访时说 刚刚已经有人叫我学长 一个年纪很小的女生叫我学长 我就也叫他学妹 大家关心的一例一休 我也会来调整 这个意见很好 但是绑太紧了 对企业界 尤其是中小企业来说要经营比较没有弹性 力求接地气 赖清德笑容可举不忘宣传政策 而站在赖清德身旁 立委黄国昌一步一驱更紧紧 或许是因为近来八免案已经过了连数门槛 立委黄国昌就是认真的在立法院里面问证 推动各式各样改革的法案 记者有加强跟选民的互动吗 黄国昌回到 平常我们就在这边跟选民之间的互动本来就很热络啊 难得在地方上同台 刚上任的格魁享有高人气 黄国昌虽然面临罢免危机 但或许也为2018挑战新北巩固基层 两人同样积极和民众搏感情